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三车社 大伙丁熟冷眼睛第七卷 这是说十二类生 十二种生类当中呢 前面讲过 卵 胎 石 化 那么这个四身之外 后边还有八种 那么第五是有无色 就是修旧精明之类 刚才讲到这个第五 现在要讲第六 就是无色 无色这一类 呃 经文说 有因世界 消散轮回 祸颠刀骨 火红红暗沉 八万四千 阴 阴 乱祥 如是固有无色 劫难 流转国土 空 散 消 沉 其类 充色 呃 这个第六种 无色的这一类啊 呃 这个经文 我们先 呃 顺着文之 古人的解释 跟近代的讲义 呃 他的说法 先来做一个小文的说明 就是圆圆法师的讲义里面说 此无色一类啊 有因世界监造 虚妄有生 所以开流就说明这个 有因世界 消散轮回 祸颠刀骨 呃 这个无色 呃 它解释是说 灭色归空 呃 因为灭色归空 所以叫做消散 灭色归空 解释这个消散轮回的消散两个字 辗转不息 固成轮回性 因为无量间来就是这样子啊 辗转 就是都是这种身像 在哪里生生灭灭啊 就是轮回的现象 呃 成为轮回性 祸颠倒 就是属于祸 祸 祸 就是烦恼 烦恼种子 在第八无奈约事中 升级现行 以色身障碍为犯 呃 因为认为有色的色身是有障碍 是一种犯难 呃 呃 由于 销埃入空 以信色真空相悲 想要把这个障碍之身 把它消除掉 入于 呃 空的无色 呃 以信色真空相悲 就是真心离体的信舍真空信空真舍 这个道理他相违背 所以被决活成 世民颠倒之祸 这就是这类众生的颠倒迷惑 由此之故有这个轮回向 所以经文说祸颠倒沽 祸暗神八万四千云云乱想 他说这就是医祸起烟 暗就是毁昧心灵 由前神事 这个在地报是很游身的 潜在的这个神事的作用 所以叫做活活暗沉 这就是造业 由祸的种子升级 起祸而造业 私欲灭色暗昧阴影 是为阴影乱想 他解释这个阴影乱想 什么叫做阴影乱想呢 因为他想要把色灭掉 暗昧阴 因此是内心不表现出来的那种想象 把它隐藏起来 把它隐藏起来 由此成为一种颠倒的乱想 如是固有无色皆难 流转过途 这就是医祸造业所感的果报 如是指上文的起祸造业 故有就是有因有果 有如是祸业之因 就要感受这种的无色之果 所以由无色皆难流转过途 这类既是无色 为什么叫做劫难呢 他的解释是说 虽然无业果色 不妨一定果色 而建立这个名乡 所以叫做无色劫难 空善消沉 他把这四个字对主四空天来说 他说 空就是指空处 就是空无边处天 因为它是灭色归空的 刚刚进入五世间 所以灭色归空 因此叫做空 善指第二 四无边处天 四处就是有有是 有第八欧难约是 边缘这个散乱之星 那么这是想要把 空的进一步 只提认到自己的这个地宝 所以叫做善 善是善乱的原理 善是指无所有处 空善消沉 善就是第三层天 无所有处 就是它因为要消除地之转世 要把七尺把它灭掉 成是指这个灰灰墙树 就是灰灰墙天 空善消沉 四个字 就是正好配合四空天的 这个空窝边处 四窝边处 无所有处 到最高的灰灰墙树 因为这些虽然是到无神的境界 可是它们还是有轮回 所以叫沉沦湖海的缘故 那么这是把空善消沉 四个字归纳到五十借天 认为这一类是指的五十借天的这个情况 就是它的寿生的内边 其类重沉 那么它接下去又说 于智顺若多神 宣风拔鬼等 皆无色色 其类重沉 这是原音法师的讲义的解释 它这里 就是把所有古代的注决 统统把它收在一起 认为这一个无神是四空间的古著 占多数 多数都是这种说法 但是也有不认为是这样子的 那么例如宋朝的仁月法师的 楞颜金的注决 它就认为 这个指到四空间 好像不妥当 所以这个仁月法师的注决里面说 将恐欲界一存四类 我看可能这个欲界里面就有这一类 不必指到五十借 为什么不指到五十借呢 因为后边经文 到第八卷第九卷 说这个七处的时候 那么作为天气 天气里面的五十借天 这都是要靠定功才能成就的 所以这个明世空间的这个第十 第九卷经文呢 它明明有这样说 从事游顶色变地中 其间浮游二种欺路 若以舍心泛民之灰 慧光远中 变出陈阶 成俄罗汉 入菩萨圣 如是一类名为 回心大欧罗汉 这是在世界 欧那寒天就能够 这个 回归 回朝向大的 这是大欧罗汉 如果是顿根的 若在舍心 舍艳成就 却身为爱 消爱入空 如是一类名为空楚 这是空无边楚天 诸爱既消无爱无灭 其中为六欧那耶诗 全于莫拿半分为西 若是一类名为四楚 这是四五边楚天 空色既旺既亡 慈心渡灭 慈心十方极难 若是一类名 无所有楚 这是无所有楚天 慈心不动 一灭穷眼 于无境中发现定性 如存不存 若静非静 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为想出 这是四空天 后边经文的原文 那么可见这个四空天 必定要靠修 无色界的空定才能成就 不能修归这个无色这一类 这里的无色运当是指的 这个欲界里面的这个众生 不是指无色界天 因为无色界天 它必定要修这个色界的定 成就之后再往上定到无色界 所以这个定功非常高 不能用无色劫难来定它 叫做无色劫难 这对四空天是不能相应的 而且它这个注节里面 自己也有明文 发现矛盾的地方 它自己不知道 何谓劫难呢 以虽无业果色 不妨一定果色 利明也 这是它自己说的话 既然没有业果色 就不能叫做无色劫难 没有业果色 怎么能够叫做无色劫难呢 无色界天没有业果色 那么既然没有业果色 为什么这里叫做无色劫难呢 勉强地解释说 不妨一定果色利明也 把这个无色劫天的定果色 它是无虐果色 而是有定果色 定果色很细很细的看不到了 那么定果色来建立无色劫难的名称 这个实在是不通 这个实在是不通 不通之质 为什么 它这个定功啊 不能叫做劫难啊 所以它这个 明明是无色劫 是定果色 没有业果色 不能叫做无色劫难 而定果色的这个名称 而来解释这个无色劫难 完全不同 在教理上是通不过去的 所以它自己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定果色不能叫做无色劫难 既然叫做无色劫难 绝对不是指的无色劫天 绝对不是指的无色劫天 既然不是无色劫天 它这个无色劫难在哪里啊 就在遇见 所以仁月法师的解释说 就在遇见里面也存此类 这类无色劫呢 就在这个遇见里面 那么遇见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一类众生呢 它接下去就说 如顺若多神 顺若多神 顺若多是印度话 翻身中国话就是空 就是空神 虚空神 顺若多神 他接下去一句说 岂在四空啊 顺若多神 难道他也在四空天吗 仁月法师 反问这个 用四空天去解释的 这是以前的 因为这是宋朝的 宋朝仁月之前 就有人用四空天来解释 那么仁月法师说 那么顺若多神 他难道也在四空天吗 顺若多神是虚空神 我们这个世界 一见玉界就有虚空 所以玉界的虚空里面 就有虚空神 而不是指的五十界天 所以顺若多神 绝对不是在四空 什么是顺若多神呢 各位已经听过前面第四卷 第四卷经文 要集中念常之前 佛对欧南博士说过 有些人不用六根 可以取六根之用 所以经文在前面 第四卷的经文里面说 我呢 你岂不知今次会中 欧若利多无目而见 巴南陀龙无耳而听 却可欠神女 非比闻乡 交番波提 一舌之味 这个与本文无关 接下去就有了 顺若多神 无声觉处 如来光中 引令战现 既为风之 其体缘无 顺若多神 所以顺若多神就在第四卷的经文里面 佛就明说了 世间上有这个空神 顺若多就是空神 他这个虚空神呢 没有身体 所以叫做无声 他没有身体 既然没有身体 他为什么能够 觉得有这个接触的境界呢 那要由佛的光明照耀 由佛光里面 引现出他这个顺若多神的身体 而这个身体本来是无形无相的 由佛光照耀 显出这个影子 他的身体是什么 风之 是风 跟风同样的之类 既为风之 其体缘无 既然是风之 他没有实体的 所以这个顺若多神 就是属于这里的无色劫难 这一类的这个众生 所以用顺若多神 来解释这个无色劫难 无色这一类的众生 他的身处就在这个狱间 我们这里充满虚空吗 这个虚空就有虚空神 这个虚空神就是顺若多神 而他是没有色劫难 所以他刚生的时候就是无色劫难 这是仁月法师的解释 我按照他的文字 加以说清楚 那么除了仁月法师的注节 有这一段之外 另外 这个温宁界宽禅师的耀劫 楞严金耀劫 耀劫里面 他也不主张 说这是四空天 他就认为这个四空天的解释 是靠不住 因此他这款常识的注节里面说 即主空神 很断定的说 这个无色劫难的这个无色劫 这个无色劫不是上面的无色劫 而就是这个欲界里面的主空神 即就是 这个无色劫难的这一个受众类 就是属于主空神 主空神就是前面的顺弱都神 把顺弱都翻成中文 就是空 那么就是 像华元经所说的主空神之类 主空神 就是属于这个无色劫难 这一类的受众的方式 同时啊 这款常识 接下去还说 旋风拔鬼之类 旋风拔鬼这类的 鬼道众生 也是属于这个无色劫难 旋风拔鬼出在哪里啊 后边经文 后边第八卷的经文啊 说到这个鬼道 从第一出来之后 鬼道 鬼道里面第二 贪色为罪 世人罪逼 欲风成行 名为拔鬼 指这个 后边的贪色为罪的众生 从地狱出来了 世人罪逼 罪逼就是指地狱的罪受瞒出来 那么转身到鬼道 转身鬼道 它是怎么样成它的身体呢 欲风成行 碰到风 它的身弦就成立了 就是无色劫难 这个解释无色劫难 正是最恰当不够了 所以 它这个欲风成就它的身形 这一类鬼叫做拔鬼 所以叫做旋风拔鬼 这款产词的解释说 旋风拔鬼之类 就是属于这一类 而蒋一啊 它把这个也收进去 所以后边呢 于智顺若都神 旋风拔鬼等 皆无色色 它这个无色范围输得很大 把四空间终终跑进去 连世间欲界里面的轨道众生也跑进去 那么空神也会进去 就是古人怎么说 我就把它吵下来 你说的 我这样也对 你这样也对 我这样也对 隆重对 它这种的说法就是 人家有说的 我就把它收进来 对不对吗 我可以不问 不管它 所以后来到了 听说有人的注解 所以它就直爽地说明 它这个说法 不正确 可是它说不正确的人 它还没有看到讲义 因为它是清朝 它只是在清朝之前 有这一类的解释 它就把它否定 它认为 这个世界的无生 不是指一日性的 这个无生的这一类众生 它的用意啊 后边八类是说明 这个欲界众生的 受生的差别像 非常非常多 除掉胎 卵 石化 四种受生的情况 正常的受生动怀 其他还有八种呢 说明这个世界呢 这个奇形怪状的受生方式 就是这里 假明一个无生的情况 举个例子说 汉朝之末 大概在汉林地 至汉县地的时候 这个林林的地方 林林是地方民啊 也叫从前叫做林阳俊 做林林的首长的 这个林林太守啊 信实名满 他在的林林坐太守的时候 时满有一个女儿 有个女儿大概 那个时候十七八岁 那么情头初开啊 他就会注意到 要这个青年的男士 那么古代的女性啊 不容易出来 要看到外面的情况 不容易看到 而他的爸爸做太守 那么他的 这个太守的工 这个办公室里面呢 有很多办公的这个公园 那么里面有一位书卓 书卓是他里面的 办公的人物之一 书 书写的书 卓啊 卓住的卓 人字旁 一个左右的卓的卓 这个书卓啊 他没有写名字 不晓得叫做什么名 姓名都不知道 在书上 只称他是书卓 这个书卓长得 非常的 嬴俊 是个美男子 但是 这个 太守的女儿 总然在里面 偶然看到啊 非常心想 很想要 这个男孩子 可是 没有机会 见也见不到 因此他没有办法 想都没有办法呀 他就叫他的 使用的这个女孩子 说 你去注意 看这个书卓 洗脸的 洗脸水呀 洗手洗脸的水 你端进来 借我 使你 他不懂什么呀 他叫他去端 他就去端 等到这个书卓 就洗脸 洗手洗过的水 他就端进去 端进去 那个时候 恐怕水不多了 不是很大的脸盆了 小小吧 这一小盆水端进来 给这个 死脸的女儿 他接来做什么呢 吃下去了 把这个书卓的洗脸水 整个把它吃下去 当作茶 喝下去了 这一盆水喝下去 怪事就发生了 就生孕 繁孕了 到了七八个月 完全看得出来了 他的母亲问他 你怎么搞的 你怎么做了这个事情 他说没有啊 我都没出去 他说没有出去 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但是他说不出所以 他又不敢把这个内心的话说出来 他喝的脸盆水 他又不敢讲 可是父亲虽然知道 也不敢说 因为这是家里的厨师 那么只好啊 由他的太太 就是这个死满的夫人呢 看着这个孩子 等到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了 只要让他生吧 等到这个孩子生出来再说 十月满了 他的女儿就生下一个男孩子 这个孩子生下来 跟平常完全很正常 跟平常人一样 慢慢长大了 到了八个月 九个月的时候 会爬行啊 地面上会爬行 会爬行的时候啊 这个太祖啊 就是这个女孩子的父亲啊 就说 我们想办法来 让孩子去找他的父亲 那么有一天 他们开会的时候 这个所有的职员员工 都在工作里面开会 他就偷偷地到里面去 叫人啊 把这个小孩子抱出来 抱出来放在地面上 让他去爬 让小孩子自己去找他的父亲 当然这个事情不能明说 所有的员工啊都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小孩子就 一放下来一爬 你知道他爬到哪里去啊 正好爬到书卓的面前 他就爬到书卓的怀中 你看这个奇怪啊 众生的这个业力好奇怪啊 这么多人什么地方不爬 他就爬到书卓的怀中 这个书卓一看 心里很低 一推 把这孩子一推 太用力了 一推 这个孩子跌倒在地上了 跌倒在地上 孩子没有了 什么 变成一滩水 孩子完全没有了 整变成一滩水 这一滩水 就是他的十一滩水啊 你看这个女孩子根本就见也没有机会见到书卓 书卓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莫名其妙 他的十一滩水给人端气给他的女儿吃下去 他也不知道 可是变成小孩子 生出来之后 在胎里十个月 生出来八九个月会爬行的 把他抱到这个外边去 他什么地方都不跑 他就跑 爬到书卓的面前 往他的怀中爬 要知道那个时候都是洗地而坐啊 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做凳子的 他们都是洗地而坐 所以他能够爬到他的面前 爬到他怀中 因此他用力一推 一推 跌倒了 跌倒在地上 人没有了 小孩子没有了 变成一滩水 那个水是什么水啊 就是他的洗脸水 这个洗脸水变成这么一个小孩子 这一推就没了 结果啊 大家都莫名其妙 做得很奇怪 都很惊讶 为什么明明一个八九个月的小孩子 爬到这个书桌面前 给他一推 变成一堆水 这水而已啊 什么都没有 大家去摸摸那个水啊 就是洗脸水嘛 闻不闻啊 还有点书桌的味道吧 你看看 这种众生的修身方式 哪里会有啊 连盆水喝下去 会变成一个小孩子 生出来 那么到了八九个月 他的生活情况 一天一天 跟普通一本小孩子很正常 完全一模一样 不会有人想到 有什么异样情况 那么最起码 他也要喝奶吧 没有喝奶 怎么到八九个月啊 可是这一推就下去啊 什么都没有 只是一滩水 没喝奶 你 有什么都没有 有什么都没有 就会来 没喝奶 你有什么都没有 那么你 是你 没喝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